这一盆杜鹃花开了很久了 现在大部分的花都已经开败了 我来给它修剪一下 让它长出更多这种新芽来 那么明年就会开花更爆 这个杜鹃花花后修剪有两种方式 如果你觉得你这个珠型已经是比较的紧凑 比较的饱满的话 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花朵加这个花托 给它剪掉就可以 如果你觉得它稀稀拉拉的不够饱满 那么就可以在这个花朵往下一两对叶子醋 给它剪掉 那么到时候它两边就会长出两个芽来 这个就是之前用第二种方式修剪的 大家看到没一边长了一个芽 而这个的话是剪花托的 那么它就长一个芽 这个芽会更壮一点 因为营养都给它了嘛 我的这一盆杜鹃花一边它是比较稀拉的 看到没这里还有这么大一个空隙 那么这里我就用第二种方法 而这里的话它非常的紧凑 就用第一种方法来剪 这个修剪一定要及时 否则大家看它自己都长出这个芽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就只能剪花托了 得把这个芽给留住 像底下的这一个枝条 它虽然开花了 但是在下面不协调 我还是给它全部剪掉去 其它没开花的也剪掉去 这样就剪好了 再给它们施下肥 因为这一盆在上盆的时候没有给它施肥 现在它长得这么旺 正是需要营养的时候 给它们施这个醋花缓施长效肥 欠埋 这么大盆埋个四分之一包就可以 想买这个肥的花有 可以微信搜一搜立下园艺就可以找到 再来给这一盆吃 这一盆因为这个土的话它比较少 所以我撒在土表面等一下再加土 这么大的盆埋 用二分之一包就可以 加土 这样就可以了 剪下来这么多花 这个开花量可以吧